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新华社湖北分社的记者 廖军 结果这个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 因为这位三百雄旗手之所以被表彰 是因为他一直在湖北武汉坚持报道 当然都是官方口径 廖军有三篇重磅报道被人们记住了 第一个是2019年12月31日 标题是实地探访华南海鲜市场 店铺多数正常营业 第二篇是2020年1月1日 标题是白人因网上散布 武汉病毒性肺炎不实信息被依法处理 第三篇是1月3日 病毒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证据 华南海鲜市场现在已经被拆了 彻底消毒了 李文亮也染病去世 吹哨人成为救命因人 散布非法信息也成为伟光正的行为 未明显发现人传人证据 当然已经被证实完全是一个方言 现在这个病毒不单人传人 而且全遍全球 有十万人感染 几千人死亡 网民当然感到愤怒 我们说中共的体制 不能够用一般逻辑来衡量 一般来说 搞出这么大件事 就算被你盖得下来 大家也会继续扮傻 怎么会有这种 哪湖不开哪湖题 还专门给大家想起 过去那几个月的黑暗历史爆出来 等大家拿来说 其实廖君一定是非常委屈 因为中国的记者 就算是新华社发的稿件 也必须符合当局的口径和精神 记得我们前几天说过这个精神的重要性 不符合上级的精神 轻者就失去了工作 重者就有生命危险 所以它按照精神去报导 好像不能够挑剔太多 你最多说它太假的东西 你可以闭口沉默不要说 不过对我而言我比较关心另外一件事情 廖君自己说的在疫情期间 他写了200篇的报道 90篇内参 我就特别想知道 他这90篇内参写了什么内容 以前我们在说社会负反馈机制的时候 就说过 共产党这个制度设定里面 原本有一些负反馈的机制 就好像新华社 人民日报记者的内参 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部分 在中国 有很多大的案件 最后被反转都和新华社记者的内参有关 比如内蒙的 如果不是新华社的一个记者 写了好几次的内参 一个普通的市民 怎么可能推翻 内蒙自治区公安厅 和政法委的铁板钉钉 廖君的内参写了什么 关系很大 如果他写的是真实的疫情 北京就应该做出快速正确的反应 如果他写了假的疫情 那北京会认为自己的错误决定是对的 就会继续这种错误 反过来说 如果他的内参报告是符合精神的 那就说明中共的负反馈体制完全失效 大概距离崩溃也都不太远了 讲到这个内参 以前我在四川的时候 有两个朋友是做媒体的 都是官方媒体 一个在新华社 一个在电视台 有一次我和这些朋友 去下面的园里玩 因为这个朋友是新华社的 结果当地园委宣传部长 亲自接待 不但安排住宿 还每日请吃饭 我当然就跟着来打牙架啦 那可以看得出 那个是80年代 在当时新华社记者 或者是人民日报记者 这个头衔 因为他可以写内参 所以下面是非常重视 万一你写了些什么 这两个朋友非常有意思 有一年新年 他们家里挂出了一个对戀 上戀是喉舌 下戀是耳目 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我和他就开玩笑话 你这个横批 应该是五官科 四川这个地方 非常有意思 好有一些传统文化的底蕴 反映在对戀上面 可能有些朋友知道 是很有意思的 记得在四川农村 见过一副对戀 好感动 那个时候是80年代 赵紫阳还在四川的时候 正准备要调走 调入北京的时候 在一个农村 见到一副对戀 上戀是杀猪吃肉 下戀是赚钱盖房 这个比那些什么 鼓足干净 力增上游 有力得多 这个非常有意思 当然四川人有这个传统 以前据说在60年代的时候 有一个四川的老先生 新年的时候写了一个对戀 上戀是2345 下戀是6789 没有人看得明白 但很快就被人捉了判刑了 原来是缺衣小食的谐音 这个就是批评政府 其实四川 是有这个传统的 我以前在四川听过一个掌故 说以前有个军阀到四川的时候 因为它没有什么文化 所以经常说错别字 草奸人命 它就说成草管人命 当然大家就哈哈笑 革命军人要马格果师 它就说成马格女师 结果有一年它过生日 有个四川的秀才 都挺坏的 它就送了一副对戀 叫做山管人丁 水管财 草管人命 下戀是皮女袍子 布女傅 马格女师 将它这两个口误 它讲的白字就放进去了 山管人丁 水管财 中国人讲风水 山世好 家人丁兴兴旺 水世好 家就财源广进 所以是山管人丁 水管财 然后草就管这个人命 那当然就是扣了这个白字 皮女袍子 布女傅 马格女师 都是这个意思 据说这个军人还几开心 因为它就看不出来 其实 四川还有一个对戀在母猴治 是非常非常出名的 上戀是能攻心 则反则自消 自古之兵非号箭 下戀是不审世即欢言皆悟 当然这个是批评和评价 诸葛亮的 因为是在母猴治的嘛 能攻心则反则自消 说的是诸葛亮的这个 七禽 七众盲祸 最后就 令到它自动 归心属国 不审世即欢言皆悟 说的是属国 地方少 人口又少 发动了多次战争 结果就导致国家有问题 所以是后来自熟 要心思 据说这个对戀 毛泽东非常喜欢 他还送给许世友 给这个许世友认真夺磨 当时听到这个就觉得挺好笑 因为许世友是一个武将 对这种文化的东西就不是很有兴趣 许世友有很多故事 他在广州军区做司令 开大会讲话 下面大家坐定定之后 许司令上来 就拿了这么厚的一袋文件 就放上桌 在下面开会的人 心里都想 这位许司令 都不知道要讲多久 想不到这个许司令 打开第一页 今天传达军委的 翻页指示如何如何 原来它一页里面 只有十几个字 大家才放心 这就讲远了 今年还有另外一位三伯 红旗手 他是中共国防大学的教授 也是博士导师 叫做梁芳 3月11日 他在微博发文就说 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报导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高层会议上 承认新冠病毒是美国的一种新型攻击武器 国防部长 国防部长艾斯柏 也都肯定了新冠病毒在中国的实践 说是通过这种方法 大大削弱了中国的实力等等 他的博文还说 所以中国必须加强戒备 防止外国的生化攻击 梁芳是中国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 军事战略教研室的教授 博士生导师 海军大教军函 他也是中共颁布的优秀中青年骨幹 全国三伯红旗手标兵 全军手批 外算专家 外算专家 梁芳作为国防大学军事战略教研部的教授 可以说是军中的权威人士 他推出这种所谓的 美国媒体消息 就不是一般五毛的效果 当然因为这篇报道的内容实在太离谱 而且非常容易正义 反而就引发了很大的反效果 这个消息为什么容易正义呢? 因为你到《华盛顿邮报》去查一下 如果没有这篇报道就行了 就算你看不明白《华盛顿邮报》 也都很容易判断这个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 第一 就算这个武汉新冠病毒 真是美国投放的一种生物武器 然后由美方自己出来 公开地说 工作 好被动 测试合制不足 应付疫情显然是准备不足 中国官方媒体还大肆微笑 有很多人还相信了 认为美国危险 叫人快点回中国 如果是美国人放毒 自己会不会没有准备呢? 金融小说里面《蓝凤凰》是五读教的教主 他最喜欢放毒 他的袋里面肯定会装着解药 美国人比这个蓝凤凰差得远 放了毒 自己还要没有解药 最后就读自己 好 我们就算梁教授受骗了 被网络谣言欺骗了 他的反应也都未免太奇怪了 他说 中国必须加强戒备防止外国的生化攻击 如果美国人放毒 如此证据确作 就算中国不敢宣战 最起码也都是强烈谴责 批倒批臭 然后踩多一脚这样 或者要立即宣布 向这个美国索要赔偿 所以 梁芳 很快就删除了这条微博 不过这个截图 仍然在网上流传 成为网友们的 积笑的材料 也成为指责 中共当局 无耻造谣的反面教材 就连胡锡进 胡总也都出面发声 要梁芳不能偏造假消息 其实他说得轻了 其实他是说你偏造的谣言 这条文件 《线路》 批评 胡说这一个报道 突破了我们能够有的最大想象力 说自己在《华盛顿郵报》 没有查到梁芳所说的这篇报道 当然如果有这一种报道 全球肯定是铺天盖地 是没可能可以隐藏得住的 所以我特别想提出来的就是中国的 军事战略、军事策略的高级专家 会犯这样的错误 大家不觉得有点可怕吗? 在全世界目前 这种非常诡异的局势里面 在中国所谓崛起 形成了同其他国家 尤其是同美国这种 劍拔老张的局势 这种情势之下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军事战略专家 大家会不会觉得很担心呢? 反正我就很担心了 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持续捧场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